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课程第五个章节的学习 一起聊聊世界其他早期文明的样貌 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古老的印度河文明 注意啊我这里说的是印度河文明而不是印度文明 印度河文明顾名思义是在印度河流域诞生的文明 也称为哈拉帕文明 是印度地区最古老的文明 从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1900年 印度河文明繁荣了700多年 但之后却神秘的消亡了 在随后近4000年的时间里都不为人所知 直到20世纪初印度河文明才重新被发现 印度河文明的发现是历史学界的一个重大事件 它将南亚地区的文明史往前推进了1000多年 也就是推进到了公元前2600年左右 我们通常以古代印度为基准 来概括南亚次大陆多个民族所建立的文明 但其实这是不太准确的 古代印度文明的范围要远超过今天印度的国土范围 时间也超过印度文明的长度 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印度河文明 那么印度河文明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它又为什么神秘消失了呢 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第一个发现这个古老文明的 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探险家查尔斯·梅森 他的本意也并不是寻找印度文明的源头 而是为了寻找亚历山大东征时在此地留下的遗迹 经过一番考察 他仅仅在今天巴基斯坦的哈拉帕地区 发现了一些远古留下的残砖断瓦 梅森很自然的把这些遗迹 当成了亚历山大大地的遗物 而对梅森来说 亚历山大时期的砖瓦并没有多少价值 于是他将这些材料研究一番过后 便任由当地村民拿去做建筑材料了 当时梅森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探访的这个地区 曾经是一个可以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相媲美的文明中心地带 不过由于梅森在他的著作中 首次提到了哈拉帕这个地方 让后来的研究者们注意到了这片地区 对于印度古老文明的发掘工作 也是从这一刻正式开始 一直持续到今天 后来印度考古计划的参与者 先后在印度河谷的摩亨佐达罗地区 和哈拉帕发现了很多古老文明的遗迹 包括刻有文字的印章 这么多的考古发现 无不再向世人说明 这里有一处比已知的印度文明 更为古老的文明 于是考古学家们 便根据这个文明的中心位置 将这个文明命名为哈拉帕文明 哈拉帕文明的主要范围 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 到了1947年印巴分治以后 印度为了证明其文明的历史更长 在哈拉帕文明地区 印度的一侧积极寻找各种遗址 并且将这种文明的名称 改为印度河文明 今天考古学家在印度河谷附近 发现了上千个遗址 其中600多个在印度境内 400多个在巴基斯坦 还有极个别的在阿富汗境内 这么多的考古发现 让我们对印度河文明 有了大致的了解 文明的三要素 城市 冶金和文字 哈拉帕文明很早就已经全部齐备了 早在公元前7500年 到公元前5500年 印度河谷地区就有人类定居 并从事农业生产 印度河谷地区大量的人口 在公元前2600年 到公元前1900年之间 就从乡村迁移到了城市 其中规模较大的城市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人口 一度达到了3到6万人 整个印度河谷地区的人口 可能多达500万 而且哈拉帕文明 城市建设的水平也相当高 每一座城市 基本都是经过规划而建造出来的 每一处都建有很好的排水系统 房屋也是砖结构的 其次 在当时的城市遗迹里 人们还发现了成片的非居民建筑 它们有可能是公共场所 神庙或者是宫殿 而且城里的手工业也非常繁荣 尤其是制陶业 当地的陶器工匠们 能够烧制强度很大的彩陶 并掌握了轮制陶器的技术 陶器的产量很高 除了手工业之外 在整个印度河河谷 城镇之间也有发达的贸易网络 为了便于贸易 当地人还发明了天平这样的度量工具 有意思的是 那些天平的砝码的重量 是按照两倍或者五倍递增的 也就是按照一二五 十二十五十一百 这种方式来设置重量 这和今天大部分国家货币的面值类似 我们知道要确定一个地区 是否进入文明状态 除了城市的出现之外 还需要看它能不能冶炼金属 早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 印度河河谷地区就开始冶炼青铜了 在它的文明进入成熟期之后 也就是公元前一千九百年之后 印度河文明几乎能够做到全社会 普遍使用青铜器和铜器 这在其他早期文明中是非常罕见的 印度河文明也有自己的印章文字 这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但遗憾的是 我们至今依然没有能够破解这种文字 否则我们对印度河文明会有更多的了解 总之 按照我们对文明划定的三个标准 城市文字和冶金术 哈拉帕文明已经完全满足了 讲到这里相信你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么高度发达的文明 是由什么人建立起来的呢 很可惜 对此我们至今没有一个定论 关于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是谁 目前有两种主流的说法 但是每一种说法都有解释不了的现象 第一种说法是独立起源说 也就是说 这个地区的文明是由当地人创造的 这些人从大的种群分类来讲 可能是今天生活在印度南部的达罗皮图人 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贾里格 因为他发现印度河西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到印度河文明的成熟期 那里的文化一直是连续的 但是以卢卡奇和汉普希尔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 虽然当地的发展是连续的 但是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 那里生活的却不是同一个族群的人 因此他们主张海上来源说 也就是认为印度河文明是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影响的 这种说法能够解释很多现象 比如为什么印度河文明主要种植的物种是大麦和小麦 又比如为什么在印度河文明地区发现的加畜DNA 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同类加畜有很大的相似性 但是海上起源说也有它解释不了的现象 比如如果印度河文明来自西边的美索不达米亚 那么印度河谷西部沿海地区的文明水平 应当高于东部内陆地区 但是印度河文明中心之一的摩亨佐达罗 却处在文明圈的内陆中央 而哈拉帕则在远离西部沿海地区的东部角上 印度河文明的成熟期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1900年 然后就逐渐开始衰落 到了公元前1700年 很多城市就被废弃掉了 我们通常会觉得文明应该是不断进步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只是因为那些不断进步的文明流传到了今天 或者至少延续到他们有足够多的文字记载让我们去了解 才给了我们文明一定会进步的印象 这其实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其实早期文明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 一次大的气候变迁 甚至一场自然灾害都有可能毁掉他们 实际上世界上存在很多像印度河文明这样中途夭折的文明 和今天搞不清楚印度河文明的起源一样 它衰落的原因今天也是一个谜 对于这个问题 今天比较通行的说法也有两类 第一类是地理环境变迁说 今天人们并没有在印度河文明找到灌溉系统的遗迹 因此大致可以猜测 他们并没有掌握人工灌溉技术 完全靠河水灌溉 因此河水的改道 很有可能是迫使当地人离开原来聚居地的原因之一 此外 今天一些古气象学家认为 在大约公元前1800年 印度河谷突然变得寒冷干燥 迫使定居在这里的居民不得不离开家园 第二类观点是将文明的衰落归结于人为原因 包括文明内部的战争和瘟疫 这方面的论证有很多 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不过印度河文明虽然消亡了 但创造印度河文明的人似乎并没有消失 他们往东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路 或者沿着印度洋迁徙 为了方便你理解 我给你找来一张图 放在文稿区了 你可以对照着看一下 事实上 在印度河文明消失以后 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居民点 不但没有减少 还增加了很多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 后来一些新的定居点 和之前印度河文明的定居点 文物的特征是有重合的 因此一种可能的情况是 因为某种原因 印度河文明的居民们 不得不抛弃城市 重新回到乡村 这就造成了文明的水平陡然下降 原来的城市居民 成为了散布在印度各地的农耕部落 因此我们就找不到 高度发达文明的痕迹了 由于无法读懂 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文字 今天的考古学家们只知道 在四千到五千年前 在印度河流域 曾经存在过相当发达的文明 至于它是如何产生的 由谁创造的 又是如何衰落的 至今都是一个谜 不过通过对印度河文明的 兴衰的学习 我们可以看到 文明其实也很脆弱 无论曾经多么辉煌的文明 都可能因为某次天灾或者人祸 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了